大家好我是三喵一个有温度的学斋 你看这有人说我这猫是话筒 对吧 这个桃桃是88毫米反弹个炮弹 光塞进去 这边这小尾弯呢 是kwk4275毫米反弹个炮弹 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些事情 之前我看这有朋友说三喵三喵 聊聊你这模型 能不能近距离的去拉近一下 你这模型 他们讲点东西 那我自己呢 对于这个很多的摄影 这种东西不是很专业 近距离呢 我会去发帖子 如果你要近距离看到 也就这个样子 我就算拿着 可能你也看不太真切 对不对 所以说呢 那咱们会借着模型聊点东西 但是呢 我就未必给近距离给放下去 今天咱们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就是二战德军战争 我今儿放了一个帖子啊 就是这个德国的这个黑豹坦克啊 就是这个样子 有人说这个 哎 咱们要你这坦克上面这怎么这么操呢 对啊 这个坦克上面这么操这玩意儿叫什么来着 是防磁装甲 zimmerit这个东西 咱们其实聊聊这个事情 为什么想聊这个呢 因为这个 你知道这 之前那 当然我说这个还是十二字真言 不要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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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这总是有人说这有没有一些这个国家搞的一些产业什么什么的 把其他的产业都给毁了 非得搞这个产业 您要从历史上讲吧 这么大规模的这么多这么二的历史上还应该真没有 您要说这日本造的武藏大河算吗 哎 这个还真不算 您从事后的这种角度来看 武藏大河它可能是没什么意义 像这武藏一辈子都没给敌人开一次火就完了 对不对 但在当时来看这真的是决战兵器 你不能说你当时要求当时的那些人有事后后见之名吗 同志们八年抗战就要开始了 这这话就不行 对 那有没有那种 您知道这事情很二 然后还要坚持下去 然后到最后坚持到已经影响到主要的东西了 可能还没有影响到这个经济 还真有二战德军战车的防磁装甲 就是一例啊 您看这个我最近刚刚涂了一辆火吗 我还没有给他最近就是给他旧化什么的 您看他这个表面 这个表面就是一个防磁装甲 您看他这个上表面 它是光的 哎 这个表面 他就是那个 你看很粗糙很粗糙 这就是防磁装甲 如果您看我这模型还看不清 咱们看这个 这个二战这书 哎 这每一个这书都是花重金买的 对 我给您随便找几个 您看这个 这个二战德军的很多战车这上面这种防磁装甲的照片啊 我给您找找这么几张 但是他们还是在坚持不懈的做这东西 这故事的起源啊 要从这种单兵反坦克说起 您要说这 坦克这玩意儿冲着你过来的时候啊 对不对 你要想当一个tankman 那是要付出极大极大的勇气了 对不对 而且在二战那会儿 您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单兵反坦克武器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德国人搞了一个这玩意儿 什么呢 就是我一个步兵啊 我找一个那个 这个手雷是磁性的 这个磁性的手雷 我拼在坦克上面 我拼在这个坦克上面啊 然后这个手雷就等于说 因为磁铁嘛 坦克不是铁做的吗 然后就吸在坦克上面之后呢 然后 一拉引信 一拉引信 这个手雷七秒之后就会扎 扎了以后 它是那种定向巨能装药 你知道吧 这坦克就会把这个 这个装甲也扎一窟窿 这您只要不是放在正面装甲上 侧面跟后面啊 坦克的侧面和后面装甲就挺薄 就能把坦克给扎穿啊 就这么一东西 当然前提是什么呢 你这猛男得跑到这坦克身边 啪一下 然后一拉这个引信 去干这种事情 德国的确是有这种 单兵这种反坦克手雷 而且1942年的时候 投入使用的东线 的确是拿这玩意儿 干掉了不少这苏联坦克啊 后来在北非 好像也拿这玩意儿 干掉了不少盟军坦克 所以说这是二战德军的一个步兵反坦克武器的一个很标志性的东西 就是说那个德国人不是有铁拳吗 那玩意儿 包括那个战车噩梦 这回头咱们再单独做一下 那玩意儿是后来的东西了 1944年之后的吧 但是在1942年1943年 德国人就是拿着这种雌性反坦克手雷 去跟盟军的坦克去死克的 而且是德国步兵 你知道吧 这个还干掉了不少这盟军坦克和苏军坦克 尤其是苏联的T34 他很瞎 他看不到外面什么样子 所以有的时候就不明不白的 蹦 然后这坦克就就没有然后了嘛 德国人该犯嘀咕 你知道犯什么嘀咕吗 这个我们能拿这种雌性反坦克手来对付敌人的坦克 敌人会不会拿这种同样的这种雌性反坦克手来 对付我们的坦克呢 嗯 不行不行 我们要未雨绸缪 于是呢 他们想这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把那坦克的垂直面都给护上这水泥啊 就类似水泥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知道坦克是铁做的吗 对 坦克是铁做的 这个他没偷工解量 你知道吗 护上这种水泥 然后在这上面呢 我在戳上这种图案之后呢 减小这种雌性反坦克手来 在这个接触面上这种接触面积 哎这样你就算 哎 你把它弄上来之后 啪它就掉下来 哎 大聪明吧 对不对 所以说 德国人就搞出了这种所谓的防瓷图层 他的这个防瓷图层啊 德语也好 英语也好 都有个统一的名称叫Zimmerheit 德语叫Zimmerheit 英语叫Zimmerheit 就这样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叫这么古怪的名字呢 他是一个 当然我不知道他背后的招标是怎么回事啊 是一个叫Zimmer 这样的一个公司拿到了这个标 我不知道他跟德国陆军有什么样的这个关系 这个咱也不敢说 咱也不敢问 总之就是这个公司拿了这个标 然后呢 1943年9月 这个国防军下达了一道命令啊 所有德国陆军的战斗车辆 坦克也好 自行火炮也好 您在侧面都必须徒步上防瓷图层 出场才给盖验收 那么已经上战场这怎么办 部队自行把这防瓷图层给刮上 这样以防万一 万一这盟军搞到了这翻腾手雷 这这玩意怎么办呢 所以如果当时有这种股票报表的话 我猜这个Zimmer公司 他这两年的股票应该大涨吧 对不对 你想1943年都什么时候了 9月库尔斯克战役都已经打过了 这德国人在战场上已经是分明是很不利的态势了 您懂我讲的什么意思了吧 就是前线哪哪都需要物质 哪哪都需要坦克 不 当时往前线发放的很多东西 竟然还有Zimmer公司给调制好的这种 所谓的反坦克图层这种犀料 对 命令部队必须给坦克给弄上 而在场里面的坦克呢 这不好意思 您不涂布这种反坦克 反反反辞性的这种Zimmer的图层 您是不能出场 哪怕我这坦克 什么火炮啊 动力啊 什么都好 不好意思 您只要不涂这图层 没这道工序不能出场 这道工序呢 在场里面怎么回事来着 那这个 你得把几种几种东西 这里面竟然还有汽油 你想想 当时德国已经很缺汽油了 汽油 什么什么 那个硫酸被 什么什么绿化被 这种东西 就调出水泥膏状 然后拿这种东西 呼在坦克表面 这种 这种大平面上 然后干个三四天 您想想 这三天相当于72小时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 提到72小时 脑子里就会有一根弦 对不对 是什么 我不多讲 不要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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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 坦克得在这厂里面涂这玩意 涂了以后 静置干燥72小时 干燥之前呢 还得各种花纹给压上 您知道吗 像那个阿尔凯特公司 搞那种三号突击炮的 还专门搞了一印照 弄出来像华福饼干 似的这种纹路 像那个米亚格公司 就比较粗暴 拿那个应该是拿那种刀子吧 啪啪啪啪 这种方格 你看这个亨舍尔公司 拿那种大果纹 哗哗哗 就一束道 一束道的这种东西 像这个 这个MN也是这种方格 还有斜格子 等等等等 就搞成了这种艺术 然后前线部队 火急火燎的等坦克 后方呢 坦冠塞带亮着搞防丝图层了 等三四天 好 交付部队了 然后这防丝图层 那战场有没有效呢 我告诉你 没有一点鸟用 为什么呢 因为盟军根本就没有动这种心思 用所谓的磁性反坦克手来 当然这个盟军历史上是没搞 当然从逻辑上讲 这也好理解吗 因为你1943年之后 这盟军是进攻的 德军是防御的 这种步兵单兵反坦克武器 是防御方才会用到的东西 对不对 这盟军是进攻的 你德军坦克 你面对的不是对方步兵了 是这个 对方的野马飞机了 您看那个拯救大名人 到那最后 那个米勒上尉 就对那样 砰 砰 打那个虎尸坦克 这个砰 那个虎尸坦克不是炸了吗 天上飞出来 你也不知道 你以为 呦 米勒上尉牛吗 拿那手枪干掉虎尸坦克 结果是野马飞机把虎尸干掉 所以德国坦克 到后来面对的最大敌人 是敌方的空军 敌方的坦克 这种东西 那再加上敌方的反坦克炮 而不是对敌方的步兵 所以您从逻辑上讲 您也知道 您这玩意儿 你往上涂 那真的是 没有任何用处 你知道唯一的用处是什么吗 坦克表面看上去很粗糙 这样的话 从远处看 它跟这个背景融合的 可能更好一点 就这么一点点用处 这比较可笑的是 这盟军还以为 德军战车 这玩意儿是黑科技呢 对不对 这1945年 德国战败之后 这盟军 占领了亨舍尔工厂 他们还问这亨舍尔工厂 那主管 这玩意儿是什么 是不是能够挡多少号砲弹 我告诉您 一点都没有 把那亨舍尔工厂 那主管问的是 哭笑不得 就这么一个浪费时间 浪费人手 这样的一个工艺 而且这玩意儿 你知道最糟的是什么吗 它的粘合剂里面 是有汽油成分的 而且它很多的这种东西 一挥发可燃物 它砰 一下砲弹打上去之后 你知道它会着 这着就坏事了 有人说 它不是挂在坦克外面的吗 它找也就着了吧 也不会有什么什么大事吧 我告诉你 它要着的话 你想在战场上 这坦克外面砰一着火 那不就是一伙伴吗 告诉大家 打这啊 打这啊 对啊 德国坦克在这 然后就就没有然后了 对不对 前线部队 对这个也是苦不堪 而且这玩意儿 特别容易碎 你知道吗 真要是那个什么 真要是那个打仗的时候 你知道吧 把这玩意儿给打碎了 好吧 这个部队规定 您这个防刺涂层 还得重新徒步 对吧 前线部队是为此搞得苦不堪言 对吧 擅致德国人 在一辆伴侣带装甲车上 也想搞这个东西 后来大概是太疯狂了 就没有搞 我觉得 唯一值得庆幸的 前线部队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什么呢 当时没有说过72小时 这个防刺涂层层就失效 还得再重新徒一下 没有这个规定 因为你如果在这种规定 我估计前线的德军 当场就能反了 对不对 那么到了1944年这9月的时候 当然德国高层也是有借口的 说这个盟军们 我们在意大利跟他们打仗的时候 他们没有用什么这种单兵反坦克 这种武器 你怎么知道他们将来不会用呢 后来盟军登陆诺万里 真的 真刀真枪 打了那么一大仗 这德军 当然损失惨重 后来发现这损失的坦克 没有一辆是被盟军内这种所谓的这种磁性反坦克手雷给搞掉了 德军痛定思痛 好吧 看来这玩意真的没必要 所以1944年9月9日还是10日的时候 这个宾夕部亲自发文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终于把这个命令叫停 而且是当天立刻马上停止 所以我看过一张历史照片 有一辆那个黑豹坦克维修车 当时在那个米亚哥公司出厂 你知道吧 这下面这一块已经涂好防丝涂层了 本来要涂上车体的 命令不准涂了 好 就带着半身这种防丝涂层 就这么出厂了 这种车是有的 包括你看黑豹坦克 它那炮台上有防丝涂层 车身上没有 全都是有的 就在那一天 防丝涂层被彻底终止了 所以你看这防丝涂层严格来说 是大战后期德国战车的东西 你看这大战末期的猎狐 那你看不就没有了吗 除了最早那十几辆保时捷猎狐 可能还有这玩意儿 那亨舍尔的这种猎狐 也就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整个二战期间 德国人就在为这种所谓盟军 可能存在的这种磁性反坦克雷 这样的一些东西 就搞了这么一个毫无必要的步骤 弄的这战车真的是 对不对 首先出厂就延迟了一周 这意味着什么 而且前线部队为这个叫苦无不堪 那对于我们现在这种模型爱好者来说 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意味着这我要买一个 比如说虎王坦克吧 这个亨舍虎王坦克 对不对 我得把那房司徒子给做出来 我得拿那逆子补土 拿那刮刀给它给刻出来 所以你知道在我们这种 模型爱好者这种眼里吗 当然有人鼓励我 说三秒你就说你自己是模型爱好者 好了 好 我承认自己是个模型爱好者 但是我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军宅 绝对不是一个军事爱好者 咱们把话说清楚 他模型爱好者这个圈里 你能把这个房司装甲做的特别牛 你就是这个 对不对 这是考验手艺的一个东西了 所以到现在这么一个当时毫无什么用的东西 到现在反而变成了模型艺术的一朵奇葩 当然有人说三秒 有没有二战之后 其他军队除了德军之外 用这种磁性反弹过来 我告诉您 有 谁呢 日军 天都黑咖班族 人家是拿着一肠猪肝 那这猪肝再长 他那炸了以后 这个士兵也得跟坦克同归于尽 是不是 拿这个去戳谢尔曼去 美国谢尔曼 人家也有房司装甲 咦 我怎么没有见 谢尔曼的表面是这样 美国人特别简单 登岛之前 我在这侧面 我拿几块木把杆防过 就是了 其他的东西 伴随步兵还消灭 这个多实在 你说德国人这么搞 所以你看 这个房司装甲这道工序 是不是 就是我们说 你明知道他没有用 你还在坚持 而且这种坚持 严重的延误了前线的战车交付 而且整个的这个 德国的官兵也因此 其实也不会说他什么好话 就这么一个东西 那当然到后来 德国是眼看要完蛋了 终于把这个给废了 当然废了以后 说什么都完了 所以这个事情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 但是我们在这里讲一下 就是说历史上 他真的有这种 我们说 问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我去坚持 然后把很多很多正经的事情 给耽误了 你看那纳粹德国这么搞啊 这历史上这样的一些教训 所以你要说 在以后谁要再这么搞啊 谁要在在民生这个领域 在这个国家的经济这个领域 在治国理政这个领域 再搞一票 再玩一票 比这个更大的东西 对不对 你把一个国家都给弄惨了 那真的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应该没有这么愚蠢的人吧 对吧 行 不要联想 不要联想 咱们今儿关于这防死装甲的故事 咱们就讲这么多 下次再想到其他更好的 那咱们再讲 谢谢小伟伯这么配合 拜拜